为培养下一代领导能力成为未来社会栋梁 由STC 顺天联合集团 舞应舞蹈中心 中华武术学院 YMCA 哈岗分会等单位 主办的2012年青少年领袖品德培养训练营 为8至21岁的学员进行两周的免费训练营 下年叫做品德训练营 因为我们觉得说一个人的成功 在这个成功道路上的话 陪伴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有好的品德 好的个性 那还有这个懂得要尊师重道 懂得要做团队的生活 所以这个下年呢 基本上讲的不是academic 不是学业上面 也不是技术上面的 而是呢 完完全全注重在我们中华文化 我们这个孔子他儒家的思想 怎么样呢 懂得谦虚 怎么样懂得去跟人相处 所以在这个课程当中的话 我们就会借由活动 借由一些跟人相处的机会呢 让他们深深地体会到 到时候他们这些小朋友们 他们到这个社会去工作的时候 employer 还有他们的boss呢 雇主 他们看的是什么 他们看着这个未来的这个社会的这个动良 还有公司的动良 他们是希望是有什么样的条件 所以呢 我们希望在这个下年可以提早告诉他们 提早跟他们分享 主办人许慧清表示 训练营的目标是以激发青少年健康爱智慧的理念 让下一代明白 除了学业 人生有更重要的是培养正确的心态 理念和平德 并协助孩子走上发挥所长的职业与人生道路 训练营除了聘请专业老师上课外 还邀请各界社团领袖担任演讲嘉宾 训练地点分布于工艳市 罗兰岗 哈仙达岗等地 共分三个T4 各招收20名学员 课程全部免费 只需付报名费20元 表现杰出的学员还可获得1000元的享学金 详情可恰 562 695 1513 转 119 中旺电视采访报道